回过头来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就是气象资讯了 我们今天现象邀请到的是台大大气科学系的林德恩博士 博士晚安 晚安你好 好不是这几天真的感觉气温直接溜滑梯 而且据说待会入夜之后会是这波寒流最冷最冷的时间点了 但是呢很多人都把这一波的寒流 跟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做比较 有些人可能对于现在的冷比较印象深刻 觉得它的威力好像比霸王级寒流还要厉害 不晓得博士是真有此事吗 您怎么看呢 好的2016年的这个霸王级的寒流 那跟我们这一次的寒流做比较 有三个最重要的不一样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 2016年的这个强度 它的中心气压值是1092百帕 那这一次目前看到最强的一个气压值是1062百帕 显然比2016年的那个中心气压值要短少的30个百帕 那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 2016年的霸王级的这个寒流 它总共持续大概是90到92个小时 那这一波我们预估到明天的清晨的话 至少可以连续将近40个小时 所以就寒流持续的时间来讲 也比2016年要来的少 那第三个我们找一个观测点 一个固定的测站 我们来看当时的气温下降的情况 2016年台北市台北站测到最低温是4度C 那今天早上台北站测到最低温度是7.6度C 那也没有比2016年要来的低 所以由它的强度 由它持续的时间 由它本身这个冷源的这个强度来看的话 中观来说还是2016年 那它是比较强的 那但是因为这一波 因为连续性大范围的降温再加上下雨 所以让我们体感觉得好像很冷很冷 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特别注意到 这个从1月20号到1月22号 消防署它做出来的统计 欧卡的人数是超过200多人 这个低温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我们谢谢博士分享 所以上一波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有三个之最 时间比这次长温度比较低 并且呢这个降温的幅度也比较高 不过我们先上见有网友无人机场说 那就称这一次的寒流叫小霸王寒流吧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冷 不过博士刚刚四会也说到一个重点了 就是因为湿度很高 我自己个人觉得跟这种高纬度东北亚 或者是过去在大陆东北采访的时候比起来 台湾的冷真的是很讨厌 它好像会钻进衣服里面 那种刺骨潮潮的那种湿湿冷冷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说呢 确实台湾的体感温度是比日韩来的低 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吗 好的 如果就这次寒流的影响来看的话 我们一般会说 影响一个地方的这个温度的感受 有两个主要的因子 一个是local change 就是局部地区温度的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本身冷源的平流效应 那因为日本相较于台湾呢 比较靠近冷源 也就是比较靠近于这个原先大陆冷高 理论上是显著 那因此来说 这个日本这个 西韩的同样的 会比台湾会来的冷 那是有种例外 如果这两个地区它的温度都是相同的话 那因为我们台湾相对湿度相同比较 这个高 因为那个华南运营 这次就是华南运营带来充沛的水汽 如果说相同的温度之下又有水汽的话 那体感温度 那台湾就相对的会感觉会比较冷一点 就是影响到观众朋友 还有在台湾呢 我们到底为什么都觉得说 去日本零度还可以啊 这个鱼绒服一穿上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 那么同时呢 在台湾 就算是把这种GORTES外套 或者这种防风防御外套穿在身上 有的时候寒风一吹 还是会觉得动得受不了 那我们也谢谢博士 刚刚替我们的解惑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刚刚现象也有很多朋友 都说接下来下线要去哪里看 下雪要到哪里看 那么博士不晓得说 下线跟下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OK 雪跟线是长得非常像的一个 这个凝固的一个结晶体 那雪的部分呢 要讲到它原理 雪主要是大气中啊 水蒸气 直接凝固的一个作用 那低温时的小水滴烟 它最后 最后就结成了所谓的雪 那这个雪它有个形状 一般形状大概是属于六角形 那线就不一样 线的话一般 就是指的它过程就是水气 跟高空的这个冷空气 产生会有一个凝结 形成的一个固体 那这个固体也因为重量 它还是有重量 最后会掉到地面上 那一般掉到地面上 我们捡到看到大概白色 透明 那成为一个大概是圆锥形 或者是圆形的这样情况 那因为 这个它本身的重量 还有它的这个特征 跟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它的重量比雪重 所以下降速度比较快 而且一旦掉到地上 因为它的质地是比较短的 很容易碎掉 那我们一般的动作实际上 面向来做这个判断 好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 因为目前呢 线上讯号的问题 那么很可惜博士没有办法清楚阐述 这个线跟水到底哪边有区别 稍后呢 如果我们已经克服掉了技术性问题 也会持续带观众朋友来了解的 同时我们也谢谢博士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明天呢 跟刚刚我们气象主播宣童说 如果想要追雪的话 到太平山或许还有机会 那我们要提醒您 现在要上山 特别是有降雪的地方 都要挂上雪链 所以现在呢 很多车厂的老板可是忙翻了 都在帮忙乘客来家中雪链 或者是购买雪链 也要现场教学 掀起了热潮 都还没到山上 这里先大排长龙 店内店外都是人 哈喽哈喽 现场六号该你咯 不好意思大家真的要有点耐心等叫号 因为现场师傅就只有这几人想去追雪 得要先有这个 要逃下 你压上去之后才是在轮胎外出 一般轮胎遇上结冰路面肯定打滑开不动 装上雪链才能安全行驶 师傅同样的教学 从上周末直到23号 每天一上工就是先重复一样的动作 八点店外就有一堆人等着租 就这样连续好几天忙到晚上11点多才打烊 从打开雪链再扣到轮胎上 每个动作不马虎 但就怕大家到了管制点 现在教的全旺光光要所有人拿起手机拍起来 以前上课可能都没那么认真 为了赏雪一人一击 仔细听每个细节每个动作 全台各地不少轮胎行有在租卖雪链的 为了这一波超强寒流来袭 仓库里早就准备好一组又一组的雪链 等着供应给民众 而且不是只有学会庄 师傅更是细心的帮大家轮胎都检查一次 不够胎压的打满再说 不够胎文的也会细心提醒 毕竟难得一遇 这强劲寒潮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开心赏雪 TVB的新闻简单程谢伦宜 宜兰采访报道 而北美同样受到极地的涡旋影响 也是呈现激动的状态 根据了解 短短一周造成了很多车祸事故 导致89人死亡 而在纽约的水牛城 两天之内降雪60公分 就连梅士足球比赛 在开赛之前也忙着铲雪 四名大学生山顶露营 一觉醒来 雪太大下不了山 只好求救 直升机破例停在460公尺高的 狭窄山顶 连续两场冬季风暴 美国各地救难任务暴增 Ruby Come 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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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she get a hold of this? 狗狗冲过来 让远景把救难绳索绑在她身上 再跑回掉进冰湖的主人身边 Call her Call her 最後兩位远景拉绳索順利救人 危险事故不断发生 非诚就迎来过去两年第一场重大降雪 The winter storm is here And the roads that we see that are driveable now Are going to become undriveable Things that are bad now may get worse 车子在马路上不受控飘移 纽约还发生超车打滑撞上对象禅雪车 全美一周就有将近90人 因为冬季风暴事故死亡 天气太冷水管也会结冻甚至破裂 从餐厅到幼稚园都因为水管裂开而淹水 雪下太多也是大麻烦 尤其在纽约水牛城 两天降下60公分的雪 美式足球水牛城比尔队 给出一小时600多台币时薪 请球迷在星期日的季后赛开打前 先来帮忙蝉雪 为支持的球队打工 这种体力活球迷反而做得很开心 不过这星期梅冬又会开始回温 甚至会出现异常高温 华府星期五气温预计比过往高出摄氏12度 以下太冷以下太热 极端变化在极地更明显 全球最大的A23A冰山 正从南极往北漂移 有可能因为周遭海水越来越温暖 所以开始消融 另外北半球也有熔冰危机 NASA最新研究用25万颗卫星 整理过去40年的资料 发现格林兰冰盖熔冰量 比以前想的还要多两成 不只海平面上升 熔冰改变海洋沿度 也冲击洋流大气 恐怕让极端天气更加极端 TBS新闻综合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哦 CBS新闻三明天 明天